我叫李春林来自美丽的新疆 现在在广州的佛山 那我之前呢是从事美容 也做过这个医疗器械总代理 因为这个用人不当和这个昂贵的广告费 让我们呢就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后来呢经这个朋友的引荐来到了一家外企 通过三年的陌生市场做到了市场部的高管 在当时的珠三角呢还是小有名气的 六年的时间呢让我呢让我受到了硬伤吧 就是经历了一无所有 就这样子我一直在寻找新的商机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我一直在想一定有个高科技的产品 因为我觉得人到了40岁以后 这个女人呢就是你不是靠护护品就可以让她不衰老 那我在那个年在前几年呢 就是因为这个衰老带来的严重的下垂和松弛 我就不想像别人就说去打针呀 去拉皮呀做整容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这种 我觉得你回来你还在用护护品保养呀 我觉得我当时就一种信念啊 我说现在科技很发达 一定有种高科技的产品护护品 就可以达到一米效果 但是在哪里呢我不知道 就这么偶然几乎呢就碰到我生命当中贵人 他说就是不用打针不用拉皮 就可以年轻十到五十五岁 我当时我就二话不说 毫不犹豫就买了一套 就是外面让我想不到的是呢 我的朋友一天到我们家来 他说林姐你是不是整容了 我当时在想呢 不就是刚刚换了一套护护品 才用了七天的效果吗 那我妈妈呢就是因为她是二十多年的糖尿病 我一看这个产品这么好 我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当时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Patreon清华白柳楼唇还有其他的 妈妈出院了以后呢 就是脸是一直浮肿的 她吃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发现她的脸不肿了 从第三天开始 就没有再去过医院 打针到现在两年的时间 所以现在想想我太幸运 特别高兴 我收获了特别多 比赚到多少钱都开心 然后呢到了第八天的时候 我发现我妈妈满脸发黑的老棉斑呢 居然消失了 退下去的事情印子了 哇我当时想这么这么好的产品呢 我这回怎么这么有眼光 碰到这么好的产品 然后我说我也有用呀 但是我没有想到一个月下来 就是在国内外 在这个就是这种更年期 因为在国内外这种更年期 到来就是绝经了 国内外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没有药可以吃 没有针可以打的 我当时就遇到这种困扰 我当时真的有想到我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下来以后呢 我又我的更年期就消失了 重新又重新又回来了 我当时特别的兴奋 特别的开心 然后呢我妈妈呢 更让我震撼的是 我妈妈呢就是血糖呢 都是在22 就是22 空腹都是22 居高不下 居然三个月的时间 降到了6.9没有吃药没有打针 哇后来呢 我就想了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产品 我说这个产品一定会有许多人需要 一定会帮到很多人的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我就在想怎么加盟呢 怎么合作呢 怎么拿货怎么进货呢 我当时这么想的 当时我就把我自己关在家里边三天 然后低下腰弯下腰来千倍的来了解 之前我朋友没告诉我可以做 当当时我那时候刚拿到产品的时候让我做 我说我说你告诉我 直销还是微商还是实体店 他说都不是 那是啥呀 他也没给我讲 那好吧 那我就用用就好了 必定要做嘛 好东西多得很 必定要做 我用就好了 然后就这样子把我自己当我产品在三个月 我妈妈是我身上见证以后 我就开始了解 我说这家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我就来了解 三天我没有出门 到第三第四天 到第四天以后我就发现了 我不小心捡到了大宝贝 我不用干一辈子了 就是我一直在找的机会 就是说我不想干一辈子 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只要干三五年 我拼命努力三五年 我没有中 我没有星期天 把财富管道挖好 我愿意干这样的事情 他说真的让我遇到了 我相信杰斯就是 这家公司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在19年的三月份呢 我就果断的 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 来到了全球的分公司 在澳门 参加了一个万人的杰斯大学 真的所见所望让我震撼 我看到了各行各业的精英 包括企业家 还有社会名流 还有包括上一身家的老板 都疯疯被这个平台吸引进来 还有我看见 就是踩三轮车的 卖菜的阿姨 还有这个在家里带孩子的宝马 居然都通过这个平台 短短的三年的时间 翻转了自己的家族命运 这是我太震撼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呢不需要我们卖货 同货进货 我们自己消费 自己用就好了 不需要我们去买 我说这太好了 不需要同货也不用收钱 而且呢 只要我们每天消费30块钱 把它变成投资 就可以打理这个无国界的跨境电商平台 跟这个超级航母猎头合作了 而且呢一部手机人走到哪里 生意就走到哪里了 哇我当时在想呢 居然像这样一个踩三轮车的 在这个平台里面 三年的时间可以翻转自己家族命运 我觉得他都能做到 我一定会比他做得更好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更让我震撼的是 在19年的10月份 我被公司呢 就是我获得了公司奖励我的一个泰国的免费旅游 在我当在我之前的公司的话呢 那是要完成很高的营业额 要做到很高的级别 才能去到只是国内的免费旅游 而在这家公司杰斯的一个全球的跨境电商平台 你只要是个消费 就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你稍微努力一下都去了 这真的是让我太震撼了 太不可思议了这样一个平台 我说一个普通的人在家是踩三轮车的 在这张平台都可以成功 不是人有多牛逼 是这个平台太牛逼了 我不做傻呀 我当时这么想的 那么还有就是让我更震撼的是 更让我震撼就是我看到这个 见到这个在香港的一个叫雨童啊 她的月收入是六万美金 居然把她的这个工作的收入辞掉 全力以赴 转换跑道跟来杰斯来合作 让我震撼的是这家公司 她不仅仅光是为了自己赚钱 她就是来做慈善的 那让我更震撼的是 我看到我们大的八十多岁的杨富梅 原来袁富士康总裁 还有天使基金会的创办人 这样的专门是来这里做慈善的 她的钱基本上都是裸卷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呢 我觉得太牛逼太伟大了 整个把我的格局就拉高了 所以呢我回来以后呢 回来以后呢特别是 特别是在19年的五月份吧 我现在特别后悔 当时我遇到这么好的产品 我第一个就想到了我大哥 因为他身体特别不好 我想再过上几个月吧 我一定要给我大哥用上这个产品 但是太突然了 在19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医院就确诊是急性血癌 血窍板值低于2%了 然后呢当时就转到了这个新疆的一个 区域的一个医院里面去救治 一天就是三万块钱 一天就三万块钱 然后一个星期因为 没有昂贵的医疗费嘛 医生就就赶他就赶走啊 就赶你啊没钱 你就其实就是说白 就是你回家等死 我觉得 真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如果让你回家去等死 没有钱去让你回家等死这种感觉 我这辈子不想唱 所以哥哥呢就是前后就不到一个月吧 13天的时间我哥哥就没有了 从此我再也赶不见他了 所以我当时我特别的后悔 为什么不早点跟他讲 这些都是产品 早点不把产品拿给他呢 所以我就有一种这种使命感 因为我哥哥这件事情 我有种使命感 我一定要把杰斯做好做成 要么我就不做 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一个人 在失去家人 因为疾病上面 没有钱去救治 所以呢 我的还有一个使命呢 就是说我不光仅仅的 获得财富和自由 我还要让更多我身边的朋友 志同道合的和我一样的 获得财富号的自由 和我们的创办人 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一起来携手 帮助一些弱势的群体 让更多的孩子 能喝上干净的水盐 来吃饱饭 然后有良好的教育 这就是我做杰斯的使命 还有呢 我非常感谢 感谢我们生命中的 太多的贵人了 包括泽川大哥 还有林大总裁 还有我们国际青青年团队的 半导师 还有威宁教练 手把手的教我做杰斯 不仅仅教会我做杰斯 教会我很多很多 我觉得杰斯 在杰斯这里边 不仅仅赚到钱 整个是人类是一个蜕变 整个的朋友圈 很多方面都是一个 360度的一个提升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环境 我也非常喜欢 这样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们 大家都是你帮我啦 所以呢 我想在不久的这个将来 我一定是那颗闪闪发亮的钻石 照亮我身边所有的人 谢谢大家 我的风向到这 谢谢 谢谢 好